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啊 好的第一局的话 大主攻 主攻直接选择了土豪级的王朗 那么王朗的话 这个家伙过牌量是相当可以的 一拼三 对不对 他的技能啊 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看一下 一张牌可以同时拼三个人 然后没赢的角色选 要么他去 对不对 要么我们摸 相当于没赢的被Q接啊 如果有些时候为了过牌 故意出小点的话 那也是直接由我们来决定过牌 对不对 顺着一个南蛮 直接开掉啊 直接开掉 那么作为主攻的话 我们不建议无脑的去拼点 然后没拼赢 这样一来的话 你如果有七个标记 你是要死翘翘的 所以说攻击之天命 一拼三 看这些啊 这个出退点的 一看就不像好人 对不对 你主攻标记多了 中规不是好事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家伙为了过牌啊 反正敢搞 敢打 行吧 就这么决定了 当然这个时候要注意啊 主攻的体力上线 清晓录像过渡期间 有些显示不全 这个是属于显示不全的 哎呦 这上来被打成狗了吗 虽然说过牌量很大啊 但是你不为力 能存得住多少 虽然说反正只要有输出 你还是会被揍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需要忠诚 也要拉出你们的实力 是吧 过头加油干 你是是吧 你看你给主攻一口酒 咱这个时候就是蛮爽的 中中生有 火工 怎么比得上骑士 乃的痛快 我去 随随便便能搞到桃子 这心情也是蛮拼的 王军是反贼的话 这个马车只怕是不能长久啊 你要想一下 对吧 他总有一次旗帜 就能给你拿掉 行吧 那就这样吧 众教实战 挥我之功 这个时候强行绑那个锅图进去 主攻本身在鞋锁上啊 所以说 底点应该来讲跳了一个大反贼 我们赶紧自救 小看的话 放权我们的话 由于本身 本身咱们狼叔啊 本来就是过牌女儿 本来就是有贡献的 哪怕裸摸两张废牌 一拼三 拼赢拼书都有收益 没赢的人相当于被QGA 对不对 所以说 从此以来的话啊 我们来这个地方啊 咱们这个小派不放权一个 好吧 贴了一个乐 吃了一个桃没放权 行吧 自己来 公祭之天秘 拿小点去拼 那就是今日 他就是没赢 没赢的人决定我们摸牌 对不对 我们摸牌或者没赢的人弃牌 他这个地方啊 我又去牛逼大发了 牛逼大发了 啥意思啊 拼了两次 两次的话过来 让你想一下 输赢都有收益 你想一下拼了两次 是个什么概念 除了说这个七个 舌头直接死亡以外 牌本身的收益是巨大的 为什么能拼两次 因为七次 当你骨舌拼点 排量出以后 这个时候用这个点数 如果小于叉 叉为你舌头的标记 你可以令点数加叉 当然如果等于叉 则发动第一个技能 一拼三的次数加一 当时我们是两个舌头 用的是二点去拼 所以说啊 又拼了一次 所以说那个二点 是一个神二点啊 是一个神二点 但你这个地方 如果有五点的话 你也可以用五点去拼 只要你不怕死的话 现在不能闹了啊 现在不能闹了 拿特点去拼 应该不至于说 同时出现两个特点吧 如果有两个特点 你就直接嗝屁了啊 有请提醒一下 好就好在这个是吧 只有一个特点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后续再发动技能 就非常难了 你有K点 别人也有K点 你直接死亡 你没有K点 别人出个大连 你这个死亡的几率 是非常危险的啊 所以说前提过排量 做到了啊 真的是做掉了 要不然的话 这反贼怎么会死的死 伤的伤 惨的惨 对不对 但后期的话 咱们就开始 适当的猥琐 他这个地方啊 直接把那个锅图 给干掉了啊 可能觉得什么 郭家跳得很重 或者说你凉凉无作为 直接把你给干掉了 你后续 如果要想再去拼点的话 就要非常慎重了 再来一个舌头 是直接死亡啊 一百个桃子都救不回 那直接死亡 一百个桃子都救不回 不是说进入冰死状态啊 是直接死亡 好吧 说明上迪 技能发挥的比较充分 他正好是在六个的时候取胜 说明比较充分的 也算是很有发挥的啊 这个拼牌 过牌量是非常大的 嗯 好了 那么这一局的话 咱们是一个 屌丝型的选手 庞德 庞德的话 马术 可能大家都知道 剑出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当你的杀 指定目标后 指定目标后 是吧 你可以弃他的一张牌 当然 如果弃的这张牌 是装备牌 那么直接强中 如果不是装备牌 那有一个副收益 那就是该角色 获得此杀 好吧 不管怎样 我们先弃了 别人一张牌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样算下来的话 这是一个大忠臣 这个 然后呢 他这个地方啊 一个无中 他这个地方 一个无中 一个酒杀 太鲁莽了啊 如果你一旦用酒的话 你就不能没字了 他先无中 可以没字无中 但是你不能没字酒 为什么 一回合只能喝一口酒 你去没字酒 对不对 出败阶段已经喝过酒了 结束阶段就别想没字酒了 所以说 他如果说 赌定我们是反悲的话 那是可以无中 然后杀 然后空喝一口酒 然后没字无中 没字杀 没字的这个杀 是酒杀 这样算下来的话 这又跳了一个忠臣 你该救一定要救啊 如果救不活的话 相当于是他又拿三张牌了 所以该保的时候 一定要保 那么这又是一个大反贼 那么 这种银王盾 我们不害怕啊 你还记得我们的技能吗 我们指定目标后 就可以弃一张牌 如果弃的是装备 直接强中 指定目标后就弃牌啊 所以说我黑杀你银王盾 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断杀了以后 把那个孙修给收了 孙修应该来讲 你不用跳身份 你就可以收 一来是他们叫了三个中妹 再来的话 他本来就没谈了 所以你的人头直接拿 直接拿 还不死的话 直接点了他 杀前卫了 杀前卫了 你是任何牌 你都顶不住 先给你弃掉 对不对 先给你弃掉 你可以获得牌 但是你会获得的是 我这张杀 就是保不住你的小灭人 所以说这一回合 强行弃掉蔡文基的伞 这是干了大贡献啊 你不要以为就一张伞 他如果能活的话 你想一下 他动一手 说不定配合一个小墨字 就会怎么怎么样的 对不对 最回合 我们的目标 破黄盖的防御 能摸到啥吗 哎 不错 拿掉银王盾 直接强动 他还不能获得我们这个啥 因为我们拆掉的是装备牌了 然后 夏侯素的乔石 充分的发挥 跟领土的时候 正好是二二 然后他成三了以后 我们正好又是三三 所以说那么乔石 也是发挥的不错的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 干得漂亮 这局你如果重新回想一下这局的话 或者说你不用回想 你直接摆浆面的话 反正的吊丝属性还是比较足的啊 主宗方的浆面不比我们差啊 所以说这个能赢的话 一来是说是吧 比如说这种小小的过牌 每一次都把握住了 我们关键的破坏 破坏了 这都是值得高兴的地方 要不然正八斤的拼 拼将面 不一定拼得赢他们 现在应该基本上大局定了啊 你张飞没得几张牌 抱不起来 然后你小关张 是吧 你也抱不起来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我们还背了两个桃子 以防不测 柔此以来的话 是吧 基本上可以考虑 拿下此局了 你小关张啊 你只要牌不多 我们打你了 简直就是强度 领头能搞到一吗 搞不到 搞不到没有办法 不要紧 大局一定 你还是放弃吧 先把你的刀戒过来 对不对 你手上是任何牌 我们都无所谓的 对不对 要的就是戒的 你砍主攻一刀 那对不起 你还帮我们砍一刀 对不对 所以说柔此以来的话 拿下此局 破防 一个是破防具 一个就是打掉 他唯一的伞 知道吧 不光是说 一定说对方有防具 你才行 打掉他唯一的伞 也是一个关键的贡献 所以说 屌尸也不怕 也可以玩出自己的春天 所以说呀 你看到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今天的视频 其实晚秋楼 如果需要继续关注 那么关注一下 下方红色字幕 亏姐的战旗TV的直播 战旗TV搜索 湖北张坤 2017 或者直接访问 赞旗.TV 一起告 SP张坤 下方的红色字幕 好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旗TV 请不吝点赞旗TV